好我们来看四纳税申报 那么纳税申报的方式有自行申报 邮寄申报 数据电文申报和代理申报 那么这四个相关的纳税申报方式 要注意一下多项选择题 注意多项选择题 那么再讲一下纳税申报的具体要求 首先纳税人扣脚业务人 不论当期是否发生纳税义务 除经税务机关批准外 均应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或者告送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比如说不管你是否发生纳税义务 零申报也是申报 所以你不管是否发生纳税义务 你都应该进行纳税申报 这是第一 第二纳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 在减税免税期间应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比如说一和二它就明确了 你即使是零申报 你也得给我申报 你不能说我享受免税了 我现在不交相关的税款 或者说我根本不发生纳税义务 我不交税款 我就不申报了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这一点经常会拿出来考察大家 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零申报也应该进行申报 这是我们纳税申报的具体要求 那么三 纳税人扣脚义务人 因不可抗力 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 或者报送败收贷脚 贷扣贷脚相关税款报告表上 可以延期办理 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 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 税务机关应当查明事情 予以核准 那么经核准延期办理报送事项的 核准你延期申报的 应当在纳税期内 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 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 预缴税款 并在核准的延期内 办理税款结算 一定要注意 你因不可抗力 我可以让你延期申报 但延期申报 不等于延期纳税 你延期申报的是延期申报的 但是你也应该给我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款 或者税务机给你核定的税额 你先把税款给我预交上来 预交上来 并在我们核准的延期内 办理我们相关的税款结算 所以延期申报不等于延期纳税 我们后边还会说到延期纳税的情况 还会说到延期纳税情况 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混淆 千万不要混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支点预用 那么例题 但选题 他说下来说法中 问你错误的是哪一个 首先 纳税人扣脚诱人 不论当期是否发生纳税义务 除经我们所有机关批准外 均应按照规定 办理我们的纳税申报 或者代扣代缴 代缴 相关的报告表 这是正确的 那么再往下 纳税人享受我们减税免税待遇 在减税免税期间 应按照规定 办理我们相关的纳税申报 这个也是正确的 比如说A和B还是那句话 零申报 你也应该去申报 C 纳税人扣脚诱人 应不可抗力 不能按期办理我们纳税申报 或者报送 代扣代缴 代缴 税款报告表的 可以延期办理 的确 因不可抗力 你可以延期进行办理 你可以延期申报 但是经核准 办理我们相关的 申报 报送事项的 经核准延期 办理我们报送 和相关事项的 可以恢复申报时 缴纳相关税款 是在恢复申报时 缴纳相关税款吗 那么这道题 我们应该选择答案D 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 不是在恢复申报时 去缴纳税款 而是我们经核准延期 办理申报 报送事项的 应当在我们纳税期内 按照上期实际 缴纳的税款 或者税务局官 核定的税额 先预缴税款 在我们延期的 延期内 办理我们的税款结算 你不能等到 恢复申报的时候 我再去考虑 缴纳税款 那个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 应该选择D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 关于税收风险的管理 这个是我们掌握的内容 那么首先税收风险管理的内容 首先税收风险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管理流程是闭环运行的 我们管理流程是一个闭环 我们应该闭环运行 避免我们相关税收风险管理出现漏洞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风险管理全面覆盖 比如说我们税收风险管理覆盖 我们税收征管全部流程 各个环节 各个是种各行业的纳税人 比如说我们税收相关的风险管理 要覆盖我们全面的税收征管流程 各个环节 各个是种各个纳税人 你谁都跑不了 都应该进行我们的税收风险管理 再往下递进开展我们风险应对 我们的风险应对 不能说我上来就是以最高级的风险 来进行风险应对 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递进开展风险应对 那么再往下 我们税收风险管理的内容 其中重点为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以及排序 风险应对 风险监控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对我们的税收风险进行识别 你得识别出有哪些风险 然后把这些风险进行一一的分析 把风险进行排序 然后根据我们相关的风险 分析和风险排序 进行风险应对 最后对于我们风险进行监控 这是我们四个部分 一定要注意重点是有哪些 注意多项选择题 再往下我们来看各个环节 首先风险的识别 那么我们风险识别 税务机关建立覆盖 税收征管全流程 各个环节 各个税种 各个行业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 风险特征库和风险模型等 风险风信工具 这是我们风险识别 要在各个流程 各个环节 各个税种都建立我们的指标体系 接下来第二 风险分析及排序 根据风险识别的结果 我们识别出来各个风险 我们根据这个识别的结果 建立我们风险纳税人库 按照纳税人规及我们相关的风险点 综合评定我们纳税人的风险分值 并进行等级排序 确定每个纳税人的风险等级 确定我们每个纳税人的风险等级 我们确定好纳税人的风险等级 就开始我们的风险应对 我们整个风险应对 是我们风险管理中的核心 注意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 我们识别风险 我们分析风险 我们给风险排序 主要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风险的应对 所以风险应对 是我们整个风险的管理的核心 那么这里提示 根据风险等级的高低 采取的应对策略 主要包括 包括什么呢 对无风险的纳税人 避免不当打扰 人家都没有风险了 你去打扰人家干什么 所以无风险的纳税人 避免不当打扰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一风险的纳税人 进行风险提示提醒 如果你的相关的税务风险 是较低的 那我对你相关的纳税人进行风险的提示和提醒 你这里是有风险的 我要提示你 我要提醒你 我要提醒你注意 这是这样 对于中风险的纳税人实施我们的纳税评估 或者我们相关税务审计 反避税调查 比如说如果你已经是中度风险的纳税人了 那我就要对你实施纳税评估了 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或者我对你进行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 我怀疑你可能有避税 我要对你进行相关的调查 第四对于涉嫌偷税逃避奖纳税款 或者逃避追缴欠税 骗税 抗税 虚开发票的税务危险 行为的高风险纳税人实施税务计查 那你既然有相关的偷税 骗税 抗税行为 那我就要对你进行税务计查了 这是我们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纳税人 我们应该干什么 注意多选题或者是单选题 多选题或者是单选题 接下来风险监控 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 建立我们健全的考核评价机制 比如说我们对于风险 整个的全过程 我们都要对我们相关的分析 我们的监督 要实施有效的监控 同时我们要建立 我们相关健全的考核评价机制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 应对我们相关的分析 这是我们风险的监控 放下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纳税评估呢 纳税评估工作 主要是由谁来负责 由基层税务机关来负责 重点税源和重大事项的纳税评估 也可以交由上级税务机关负责 对汇总合并缴纳纳企业所得税的 企业的纳税评估 一般由总机构 汇总合并缴纳纳企业所得税 申报所在地的税务主管机关 进行实施 对分机构汇总合并纳税成员 企业的纳税评估 由对其监管的当地税务机关 进行实施 我们要对于我们相关的纳税人进行评估 那么谁去评估我们相关的纳税人 这里是我们相关的点 基层的 那就是由我们基层税务机关 他们是主要来负责我们相关的纳税评估 有重大相关税源事项的 有重点税源的 这个我们上级税务机关来进行评估 那你合并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总机构 那当然是一般情况下由我们总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进行实施 分机构的 那就是对其监管的当地税务机关进行实施 这是由谁进行评估 那么我们评估的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宏观税收分析和行业税收监控结果 以及相关数据建立我们相关的评估指标 以及预警值综合运用各类对比分析法筛选评估对象 筛选评估对象 我们税务机关的这个相关的大数据啊 数据建立评估指标和相关的预警值还是比较准的啊 我们有一些企业偷税漏税 别抱我们相关的脚印心理 也是税务局找不到我啊 我们税务局的大数据还是真的比较准的 所以他们是通过大数据的相关筛选 来筛选出我们相关的评估对象 对筛选出异常情况进入深入分析 并做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筛选出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税务局就会对啊 这些对象进行定性定量的判断 对我们评估中发现的问题 采取税务约谈调查核实 处理处罚 提出管理建议 移交机查部门 查处等方法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们筛选出这些特殊情况呢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相关的内容 我是对你约谈呢 我还是核实啊 我还是直接处理处罚呀 我还是提出管理建议啊 还是我直接交我们相关的计查部门 啊 所以我们这个大数据分析啊 还是真的很厉害啊 千万不要报我们相关侥幸心理 再往下 维护更新税源管理数据 为我们税收宏观分析和行业税负监控 提供基础信息的啊 提供基础信息的 这是我们纳税评估的工作内容 再往下纳税评估的指标 这个指标主要是通过成本 收入 费用 利润 资产 建立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啊 你的收入 成本 你的费用 你的利润 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分析 纳税评估 特定分析指标 则是根据我们各个具体税种 及其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各种指标啊 一调注意 我们通过 通用分析指标 那就是我们企业的收入 成本 费用 利润 资产 我们特定分析指标 是我们各个具体税种 及相关因素 所运用的各种指标 所以通用的你这个企业啊 你的收入怎么样 你的成本怎么样 你的费用怎么样 你的利润怎么样 你的资产怎么样 通过我们收入成本 费用利润资产 我们其实就可以分析出 这个纳税人 最近他的盈利情况 或者收入情况 或者成本情况 或者费用情况 有没有什么一些异常 这些异常会不会导致 我们相关的税收风险出现 啊 我们要对他进行评估 其次 我们可以对于某个特定的税种 进行特定的分析 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企业所税 他去年企业所税交了一个亿 今年企业所税 结果他印纳税所的额是负的 他亏损了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特定的指标 来对我们具体的税种 进行相关的评估啊 这个是我们相关的特定分析指标 第四就是我们纳税评估对象 那么我们纳税评估的对象 就是税务机关负责管理的所有的纳税员 以及所缴纳的所有税种 这是我们纳税评估对象 那么我们纳税评估重点分析的对象有哪些 这个是我们考试比较愿意考察大家的 他重点分析的有哪些 首先综合审核对比分析中发现有问题或者有疑点的纳税员 你既然有问题有疑点了 那我肯定是要对你重点分析了 看看你这个企业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种下重点税员户啊 重点税员户特殊行业的重点企业 税负异常变化 长时间零税负或者负税负申报 比如说你长时间零税负或者负税负申报 纳税信用等纳税 等纳税低下日常管理和税务检查中 发现较多问题的纳税人 这些都是我们纳税评估的重点对象 那么这些重点对象 比如说你长时间的税负异常变化 比如说我前面税负是3% 你突然税负掉到1%了 或者是零税负了 或者说你3% 你这个企业突然税负上去了 上到10%了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你是可能是通过我们什么关联交易 把税负转嫁过来了 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你税负异常变化 我要对你这种人分析 或者长时间零税负或者负税负申报的 你一个企业 你一直零税负或者负税负 你这个企业都没有盈利 你没有税负 你没有税负 说明你这个企业一直在零申报 或者说你这个企业一直在亏损 你一直企业在亏损 你这种企业你说还存在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盈利 你既然都不盈利了 你这企业还一直在存在 那你肯定这个企业会有问题 所以它是我们重点分析的对象 再往下我们纳税评估的方法 纳税评估的方法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和我们管护责任开展 对同一纳税人申报 缴纳的各个税种的纳税评估 要先互结合 统一进行 避免多头重复评估 所以我们是按照什么原则 是按照属地原则和管护责任开展 那么对同一纳税人可能会 属地原则 我对他这个税种在我们当地去拿税 那么我们通过属地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一看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管护责任开展 这个纳税人是我负责的 你可能是对纳税人的税种进行了我们相关的评估 我可能要对纳税人全部的税种 或者全部的纳税人情况进行评估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行结合 你已经对他的一个税种 比如说对他的企业所得税 进行了纳税评估 我这个管护 我对他进行整体评估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相互的结合 相互的合作了 那么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多头评估 你评估一个企业所得税 我又评估企业所得税 那这要浪费我们相关的税务资源 这是不应该的 注意我们评估方法 那么下面有一个相关的知识点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下列各项中属于纳税评估中应重点分析的对象 重点分析的 首先综合审查比对分析中 发现有问题有疑点的 那这是我们重点分析的 再往下 税负异常变化 重点分析 长时间零税负或者负税负申报 重点分析 特殊行业的重点企业重点分析 与同行业企业税负基本相同的企业 那这说明你这企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个不应该作为我们重点分析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我们的ABCD 注意我们重点分析的对象 重点分析的对象 接下来就是我们评估结果的处理 我们既然对你进行了评估 那么我们肯定会有评估结果 如果你相关的是计算或者填写错误 程序或者政策理解 有一些偏差等一般性问题 和无需立案查处的 可能就是一些小问题 这的确是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对吧 那可能是我当时申报的时候 真是不是有意的 我就是真的是添错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纳数人自行改正就可以了 自行改正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约谈纳数人 那需要提醒纳数人进行陈述 说明补充提供举动资料等问题 那这种约谈的肯定是我们相关的 这些错误是需要你纳数人进行陈述的 你得陈述说明你为什么这么干 或者补充提供我们相关举动资料 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数据来找你纳数人约谈一下 这个相关的业务不是一般业务 但可能说你把相关的资料给我举出来 或者说你陈述一下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约谈纳数人 但是我们约谈纳数人的对象 主要是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 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 纳数人可以委托具有职业资格的税务代理人 也就是我们事务师进行税务约谈 这是我们相关税务师的一个工作内容之一 工作内容之一 一定要注意 这时纳数人是可以委托具有职业资格的税务代理人 进行我们事务约谈的 这样下 实地调查核实 比如说如果纳数人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得到生产经营现场了解情况 审核账目凭证才能明确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必须采取这种实地调查核实 在下有偷税 逃避追缴欠款 骗税和抗税啊 或者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嫌疑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移交税务击查部门 这已经涉及到你已经有违反我们相关税收法律的相关情况了 而且你有主观故意这种相关的意图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移交我们击查部门啊 击查部门 那么发现 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不按照我们独立企业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款项费用 需要调查核实了 这已经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了 那么可以移交我们上级税务机关 作修相应的处理 这是啊 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处理方法 那么最后有一个相关的提示 对于我们纳税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要做出相关的评估分析报告 形成我们纳税评估工作敌稿 一定要注意 我们纳税评估 发现问题 要做出分析报告 形成工作敌稿 那么接下来 第六是我们纳税信用管理 那么对于纳税信用管理 大家首先要注意 我们纳税信用管理的概念 纳税信用信息 它包括我们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 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那么纳税信用信息包括什么 一定要注意 有历史的 有内部的 有外部的 有现在信息 有未来信息 没有 然后我们通过历史信息 我们税务 机关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来对纳税人进行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评价 所以这里纳税信用信息包括历史信息 我们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再往下 我们纳税信用管理的原则 注意多选题 那么纳税信用管理遵循我们客观公正 标准统一分级分类动态调整原则 四个选项正好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那么再往下 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 那么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 已经办理税务登记 含我们五证合一 一兆一码严实登记 只要你办理了与税务登记相关的证件 你也可以是税务登记 也可以是五证合一 也可以是一兆一码 也可以是零支登记 那么从事生产经营的独立核算企业 就应该是纳入到我们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 那再往下 是用查证征收到个人所得税 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 这也应该纳入到我们纳税信用管理范围内 那么这里有个提示 扣脚诱人 自然人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类型的纳税人 其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由省级税务机关制定 谁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扣脚诱人和自然人 谁由省局来进行制定 是我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类型的纳税人 这里有个提示 大家注意一下 再往下 纳税信用管理的辞责 首先国家税务总局主管全国纳税信用管理工作 谁主管全国 那肯定是我们最高的税务管理机关 那就是国家税务总局 省以下税务机关负责所辖地区的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省以下税务机关负责的是组织和实施 那么税务机关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立 与相关部门建立我们信用信息 共建共享机制 推动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 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信用管理的问题也是比较热的 我们经常会在某某街角看哪个大屏幕 什么失信人等等 那么这些我们税务机关也是在推行这种共建共享机制 推动我们纳税信用和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 再往下就是我们纳税信用评价了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纳税人的纳税信用是有一个评价的 我们这个评价是周期是一个纳税年度 是一个纳税年度 所谓纳税年度 当然是指公立的1月1日至我们的12月31日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纳税信用评价采取年度评价指标 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 有所我们可以是得分制的 也有我们直接判级的 也有直接判级的 评价指标包括税务内部信息和外部评价信息 这是我们评价指标包括哪两个信息 大家要注意 再往下我们年度评价指标的指标得分采取扣分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指标得分不是说一项一项一项加 我们税务师事务所的那个相关的评价得分是加分的 那个是加分的 我们相关纳税信息评价 这个是扣分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扣分的 那么评价年度内经常性指标和非经常性指标信息齐全的 那说明你相关的指标内容都比较好 那从100分起评 如果你非经常性指标有缺失的 那从90分起评 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纳税人 这是直接判级 直接给你判到第级去的 一定要注意 有严重失信行为的是直接判级 直接判级 谁是直接判级一定要注意 而且从90分评价的是什么指标确实 是非经常性指标确实 那么我们纳税信用等级分为A B M C D 5级 原先是A B C D 4级 现在是A B M C D 5级 那么A级就是90分以上的 B级是70分到90分的 C级是40分不满70分的 D级是不满40分 或者直接判级确定的 我们刚才说严重失信行为 直接判级 直接给你判到哪 直接给你判到D级 直接给你判到D级 那么未发生我们相关失信行为的下列企业 是用M级纳税信用 也就是说我们新增这M级 怎么进行判定 M级是你没有发生失信行为的新建企业 对于新建企业 我们对你还是不是很了解 给你直接放到哪级都不太合适 所以M级来了一个M级 这样下评价年度内 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企业 年度评价指标得70分以上的企业 比如说这种企业 你没有生产经营收入 没有生产经营收入 说明你没有相关的纳税问题 你没有相关的纳税问题 那这种情况下 你其他的年度指标评分是70分以上的 我给你放到B级不太好 因为你没有生产经营收入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给你放到M级 我给你放到M级 我相关的 无生产经营收入 一般指的是我们那种大的税种 一般是没有纳税情况的 比如说增值税 比如说企业所得税 你这都怎么纳 你能没有生产经营收入 你这些没法纳 说的是这种情况 接下来就是有我们纳税信用修复的相关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有相关调整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们前面有纳税信用等级 我们有A级 B级 C级 D级 那你说 我给你判到你相关的责分 是我们相关的B级 C级 D级 你就不能冲A级 努力努力吗 可以 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收复 首先第一 破产企业或者其管理人 在重整或者和解程序中 一定要注意在什么程序中 千万是不能在破产程序中 得在重整和和解程序中 以依法缴纳税款 质纳金罚款 并纠正相关纳税信用失信行为的 比如说我这个破产企业 把相关的税款给补交上了 并且纠正了我们的失信行为 你可以申请我们相关的信用修复 第二 因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纳税信用直接判D的纳税 我直接给你判D去了 失信主体信息 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不予公布或者停止公布 申请前连续12个月 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了 这说的是什么 这说的是我直接给你判D了 判掉D之后 现在你相关的 我们的纳税信用很好 已经相关的失信主体的信息 已经不予公布或者停止公布了 也就是说你再逐渐变好 而且在申请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修复之前 12个月你没有什么新增的失信行为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让你进行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修复 那么第三由纳税信用D级纳税人到直接负责人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 纳税信用关联评价为D级的纳税人 申请前连续6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这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我们这个相关的直接责任人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我们这个企业 但是负责经营我们这个企业的纳税人是我们的D级纳税人 那么我们这个企业被直接关联评价为D级纳税人 因为直接负责经营我的或者登记注册我的这个纳税人 他是个D级 他是D级 直接关联评价我现在也是个D级 那么申请前6个月如果没有新增的纳税失信记录的 我可以申请相关的信用修复啊 接下来第四 因其他失信行为纳税信用直接判D的纳税人 其他失信行为已经纠正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失信行为 履行税法法律责任 申请前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的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了 因为其他失信行为还是给我判到D去了 而且我已经纠正了我们纳税信用失信行为 而履行了我们相关的责任 那连续12个月呢 我也没有新增的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 那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申请我们信用修复的 那么下 因上一年度纳税信用直接判为D级 还是直接给我判D了 本年度纳税信用保留为D级的纳税人 上一年度给我判D 本年还是D 那么已纠正了我们纳税信用失信行为 履行了我们相关的法律责任 或者我们失信组体的信息 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 不予公布或者停止公布的 申请前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了 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上一年是D 本年呢 还是啊 本年还是给我放到D级了 但其实呢 我已经纠正了我的纳税失信行为啊 我履行了我相关的责任 而且我们相关国家税务总局相关的信息 已经不给我公布或者停止公布了 比如说我履行了失信行为 或者我们国家税务总局 说我们相关的信息不予公布或者停止公布 总之这个纳税人在变好 在变好而且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的失信息记录 我们可以申请纳税信用修复啊 这点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括号6 纳税人发声未按照法定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 税款缴纳 资料备案等事项已经补办了 比如说你相关的没有按期办理纳税申报 税款缴纳 资料备案 那你现在已经把这些补办了 你可以申请我们纳税信用修复 接下来第七 未按照税务机关处理结论 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 质纳进行税款和罚款的 比如说我税务机关对你有一个相关的处理 你没有缴纳 或者你只交一把 而且这种行为未构上犯罪的 未构上犯罪的 但是纳税信用等级也被直接被 给我判成D级的纳税员 在这种情况下 在税务机关处理结论明确的期限后 满60日 内足额缴纳或者补缴 比如说我对你有处理 我对你有处理 相关的税款你没交 或者说你只交了一半 这种情况下 我直接把你判断为D了 那么在税务机关处理结论明确的期限 后满60个日 你又把我们相关的罚款或者税款 给我全额的补缴上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让你进行纳税信用修复的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 纳税履行相关法律义务 并由税务机关依法解除非正常户状态的 比如说原先你是非正常户 但是你现在依法履行了相关义务 并且解除了非正常户状态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让你申请我们纳税信用修复 那么这里有个提示 说申请破产重整企业纳税信用修复的 应同步提供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 或者认可的和解协议 你得把重景计划和和解协议给我提交上来 其破产重整前发生的相关失信行为 可按照我们纳税信用修复范围及标准中的 破产企业适用的修复标准开展修复 这是我们今年对于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修复有一些调整 大家注意我们相关的相关内容 三往下这个二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 这个首为不罚相关规定 自2021年度纳税信用评价起 税务机关按照首为不罚的相关规定对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的相关记录不纳入我们纳税信用评价 有时候如果你是首次违法 而且我们税务机关不对你进行处罚的 那么你相关的记录是不纳入我们相关的纳税信用评价相关内容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说根据纳税信用管理的相关规定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他说A纳税信用评价采取年度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B纳税信用修复后纳税信用等级不再为地级的纳税人 其直接责任人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其他纳税人 之前被关联为地级的 你之前是D 你的直接责任人注册或者是负责经营的其他纳税人被判为D了 那么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解除纳税信用地级关联 选项C 直接判级适用于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且年度评价指标70分以上的企业 这是直接判级适用吗 不是吧 再往下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包括我们经常性指标和非经常性指标 再往下申请破产重整的企业纳税信用修复的应同步提供我们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合约协议 那么其破产重整前发生的相关失去行为按照我们相关的标准中的破产企业 适用我们修复标准开展求复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择ABDE 直接判级适用于我们严重实信直接给你判为D级 那个是我们直接判级 那个是我们直接判级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C是适用我们M级的纳税人 不是适用我们直接判为D级 不是用我们直接判 那么第七关于我们税务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这个金税工程 我们金税工程已经好几好几期了啊 那么该系统由一个网络啊 和四个子网络构成 我们知道由一个网络和四个子网络构成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电子数据啊 电子数据的功能主要包括我的信息 我要办税 我要查询互动中心公众服务 注意可能会出现我们多项选择题 但是我觉得出题概率不是很高 也放到这啊 以防万一 葬下非接触室啊 网上半税 各地税务机关在大力推行非接触室半税的同时 充分考虑不使用智能设备的纳税员啊 缴费人的需求 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满足纳税员缴费人以现金方式缴纳税款的需求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电子支付还是比较发达的 但是你不能都是电子支付啊 不能反而不能说是现金缴税 这也是不合理的啊 这里非接触呃 是网上半税也提出了你得满足这些纳税的突发需求啊 突发需求 这个是我们第二届相关的内容